在空中所謂的紀錄片《看見台灣》是引起民眾對著土地利用的安全意義 所以港議官政府將心的政案收藏 將對著館來161間定期猶案的民宿業者進行證明性的清早 再再以照著清早的結果來提出相關的營營出席 答案齊博林所拍攝的看見台灣紀錄片 給觀眾在空中看到台灣之味 你在亞平當中當時引返民眾對土地過度利用的安全意義 所以港議官政府已經心理中專案收藏 將用三個月的時間清早館來 現有定期的161間民宿 是不是有為在地域民間區、土石流、客流區 以及地域最土保持區的情形 並依照清早結果提出相關的營營出席 港府這次港府歷管的無定期民宿 不可以申請合法定期的原因 包括建物違憲無所有款 建物需要補照 以及土地屬於任務局國有地點進行 另外,合法的民宿經過合政是在後 雖然有在安全地区 也有可能在申請和現件違憲的所在是不一樣 你這次港府為著UK路由安全 將對民宿中清早對環境保護 和民眾財政安全都增加一分補充 這新新聞當然要發覺以關彩虹博特 谢谢观看